哈嘍大家好我是阿嘎 今天又來玩靈魂實境生者了 阿嘎今天呢打算來試試看 玩玩各種的元素劍 因為好像更新之後呢 更新之後元素劍好像的選擇變多了 那今天就來試試看 因為在更新之前那些元素劍的 的屬性好像不太夠 然後就只能玩一種就是 把投災類型的都拿來玩 就就是同一類型這樣了 那現在他元素劍好像多了 那之前沒有沒有完成心願 今天就來完成一下 然後今天就來選這個槍手 之前 因為之前玩元素劍當然是玩攻守 但是攻守現在沒了 那玩槍守那也不錯 那變成元素槍了 哈哈看能不能玩出一種百八百中的感覺 萬劍奇發的感覺 而且他現在元素劍就是他那個 那個多次攻擊他的 他的改制了 讓我看看啊 拿燃燒還是拿這個 拿爆擊拿燃燒呗 元素劍那麼多元素那今天就打打 元素的流派嘛 哈哈對吧 而且他那個 就是多次攻擊的改制了 之前是選到了就給你多一次的攻擊 然後現在不同了他你只要那個 多次攻擊的百分比夠高的話 那你就可能可以 拿個 多發個哎有來閃電戰 那你就可以多發個好幾發了 可能三發甚至四發都是有可能的 傷害加成 先來傷害加成的 因為元素劍那 我估計他應該那個範圍不是很重點了吧 那今天就不選範圍了 但是我選多 我想要多選那個攻擊速度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哎 這靠了 攻擊速度還有那個 多次攻擊的那個機率 多選一下 然後看看可能我會保留這個散彈技能哦 毒箭哎來一個毒箭也不錯 呃 火盾就不要了 那這個吧 我還在糾結今天要不要選暴擊 因為暴擊相關的技能今天不一定會選 那這個人物好像暴擊機率是比較高 哎 有這個多次機 多次釋放的機率 加16好像蠻不錯的 但我覺得 最好的就是最好的技能就是 每一個 技能然後 他一下子給你加個百分之 40多啊60啊的機率去多次釋放 那我覺得是最好的 火焰劍 哎我拿到了三個了哦 今天運氣還不錯哦 希望後面能拿拿完剩下那兩個唄 那我的重選機率的機會好像沒了 傷害加成啊 遠程類的傷害加成 不錯 因為我全部都是遠程的 不知道今天運氣好不好呢 我覺得我應該要再加一點釋放速度 因為現在還是要 兩三秒一發這樣子 呃 拿哪個呢 真一類技能 先選這個吧 後面再拿到了 拿到了別的元素劍的話 我就把它換掉 有boss來了 現在元素元素那麼多 什麼都疊一下 怎麼這個boss那麼快就掛掉了 什麼都疊一下 今天是 是很多種元素都疊上去 試試看 呃黑洞穿石 那選一個真一的吧 然後後面就把它換掉 因為我我怕選其他的 他太多那些其他的磁條不好 然後會導致 就是 跟這些 這三個元素劍無關的 的磁條出現 那就虧了 範圍 今天就不要範圍了 哼 好 傷害提高還是要暴擊 選個藍色的吧 沒有我不選我不想要選這個強力爆炸 我反而覺得這個好像還比較好 給他疊點虛弱嘛 雖然說這個可能那個攻擊力還高一點 那沒關係啦 今天 我主要 主要想要的不是那個 攻擊力 也不是那個速度 我就只是想要這個效果而已 因為阿嘎打這個遊戲打太多次了 速度快的 通關快的 也試過 然後現在就只是想要 想要打開心的而已 就哪個 哪個打法有趣 那就打哪個打法 如果哪位觀眾朋友看到 哎覺得哎 他可能有別的打法也不錯 哎有冰箱劍 也不錯哦 可以試試看哦 然後想說 拉蓋來試試看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拉蓋也很想試試看不同的打法 傷害加成毒箭的傷害 那又選個藍色的唄 那又不要糾結太久 多次釋放 哦這個技能好 多次釋放的機率增加60% 火焰劍的 那可能就可以 有時候可以多發 多射幾發火焰劍出來了 傷害 傷害有用嗎 來加點毒哦 我現在也有毒哦 那疊一點呗 對啦 上一次打那個 就是 用毒的那個打法 那個流牌打了出來之後 有觀眾朋友留言告訴我 就是多拿一下 那個 中毒的 多拿一下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 百分之三十幾率 加中毒的 可以可以 多疊一點那個毒效果 傷害提高 好要這個吧 然後 其實其實也也也 也對 因為阿嘎也試過 用了那個之後 我本來只能疊一百多層的毒 後面可以疊到 可以疊到 兩三百層 不過時間上好像差的也不多 那就 其實我覺得 可以隨緣的選一下也不錯 阿嘎今天來更正一下好了 哈哈 阿嘎這個打法不一定是最好的 我只是都是看 看怎麼打有趣 然後就怎麼打 畢竟這種弱個遊戲 應該是沒有最好的的打法的 多次示範再拿 我現在應該還缺一個 什麼劍呢 阿那個哎 才講完馬上來了 暗影劍 哈哈 講完就來講完就來 真好 我剛剛還在想哎還差哪一個呢 然後馬上就有答案了 選哪個 那我多選一點中毒的 還是這虛弱的 百分之三十中毒 百分之十下加虛弱 中毒呗 其實那些那些那些遠攻是不是 我在想那些遠遠程攻擊 是不是他就都對著我的 指著的方向去打的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打boss不就超超快的 好像是哦 效果範圍暗影類的效果範圍 那我不需要 閃電劍的傷害好 那這個呗 上名的時候來了 是不是都對著boss來打呢 好像打的還挺快的哦 可以掛了 真的超快 殘忍 火焰劍 好像火焰劍可以發很多發出來啊 那我就選火焰劍 所以他多重攻擊的機率比較高 那我就選這個呗 現在主主動技能基本上不用怎麼再選了 就不用看他有什麼技能了 我現在想要的都已經拿了 多次示範這個毒箭 毒箭比較比較重要 這個有二運就疊那個混亂 那我不理他我要毒箭 現在像機關槍一樣哦 哇好多發看好多發那個冰彈 加那個毒彈 然後射出去像機關槍一樣 我現在是元素機關槍了 比元素劍還厲害 提高元素劍的速度好 我要冰霜速度高一點 每一秒都有那個冰霜劍 可以發出去哦 可以應該最快是這個冰吧 然後運應該是最慢的 2.6 2.6 然後這兩隻還可以 傷害加成 還是要加高一點的速度 勒 那他是最高 最高速度的哦 算了 要速度吧 看我的機關槍 因為現在其實那個場景 對 對 對阿嘎來說 已經不太重要了 咱哪個都一樣 我本來是想想要 想要選那個 第二個場景的 因為比較寬 然後 最後還是順手 我就選了這一個 然後 既然選了 然後就想說 算了 那就 那要隨意唄 可能打哪個都一樣 暗影見傷害 我要火焰見傷害 好像現在所有的 的攻擊 都是往我瞄著的方向去打 這樣打起來好快 因為之前就發現了 有時候 那個打範圍的輕小怪是快 在打Boss 時候 如果他一直不對著Boss來打的話 就打的超慢 但是現在這樣子打Boss就超快的 你想像一下 敵人 你拿個機關槍對敵人在那邊 一輪亂轟 那他不就死定了嗎 啊 好 點點 賀韻 我們來看看Boss 到底疊了些什麼debuff在他身上 不過會不會他很快 還沒有還沒有什麼debuff就死了 還有減慢速度的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中毒的 然後就掛了 反正什麼都有 那就繼續給他疊這個中毒唄 因為好像寒冷那個減速的 在他身上疊的算是挺多的 我們這一輪是給Boss來那個 元素全家桶 哈哈 什麼都有 讓他一次個 一次來個 就是嘗個開心 滿滿的元素 他其實這樣子打 也不比那個範圍 疊上去慢了 我覺得這樣打也挺快的 雖然可能不是最快的 閃電劍的攻擊速度 還可以 我是不是 是不是應該不要這個散彈 然後疊一些 什麼 加攻擊 還是加攻速 那些刺血 那些技能上去的 其實散彈也要1.5秒 哎 才講完他就給我是不是 這是不是就是緣分了 他就是 讓我用的意思囉 好吧 那要用唄 取代這個閃彈 那我這槍手唯一的 的 的 槍系技能已經沒了 然後剩下的全部都是用劍 哈哈 有槍不用跑去用劍了 烘他烘他烘他 你剛剛是什么 什么技能好像看到那些暗影系的爆炸 一直爆開去 暗影是是怎么回事 而有毒的經驗值就不用了吧 接續中毒呗 哇好多這種減速的蜘蛛網啊 好煩啊 哎又來了 波士又來了 來 元素全家桶 哎打那么慢 哎 衝刺次數增加 好要這個吧 其實這個衝起來也不錯 因為有三個之後你就可以 基本上保持的一直衝刺了 對吧 好現在挺爽 喂喂 一堆那個爆炸差點沒躲開 幸好 我現在的衝刺是不限量的 哈哈 因為多了第三個的時候他都是有那個 CD嘛就是有時間慢慢回一下 然後有了第三個之後就可以環衝一下 當你第三顆在在用的時候第一顆那個環衝就已經 已經 好了 毒箭攻擊速度 好要這個 毒箭 兩秒多一發 兩秒多一發 是不是有點多啊 打到後期好像 好像範圍的可能會爽一點 走路那麼慢我應該是又中了那個蜘蛛的環衝 再加攻擊速度 再加攻擊速度 哇敵人好多啊 是不是攻擊力不夠高呢 可能我後期要加一點攻擊力 我也沒關系 沒得選了 現在已經是後期了 呵呵 嘿我再躲 傷害加成 暗影劍跟毒的傷害加成 暗影劍很久的嗎 一千多 毒是15秒 那我加暗影劍 對 其實說實在那個毒箭的生效時間有點長 如果是說打速度的話我肯定不選那個毒毒的打法 不過打開心了應該都沒關系了哈哈 我看網上有人在討論哦 就是哪一個招式是最強的 大概已經沒有很在意這個了 我覺得吧用範圍好像打起來會快一點 傷害傷高傷害提高傳十二 哎 boss又來了 最後一個boss 箭頭一直在他身上 給他疊一些 毒啊 火啊 之類的 啊 我再躲 我再躲 哦 哦 打贏 打贏了 boss 終於掛了 打了13分鐘 這一次應該好像是暫時來說差不多打最慢的成績了 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吧 如果喜歡 阿嘎 覺得打的還不錯的話 給阿嘎點個讚唄 好啦 謝謝大家 掰掰